大家好,我是桑普 有一宗新聞我覺得很值得說 這宗新聞是有些解釋在裡面 19歲劍橋港生 是湧奪英國詩歌大賽的冠軍 他這首詩歌是書寫香港轉變 和憤怒、沮喪和內疚 徵修讀英國劍橋大學經濟系的 19歲香港學生Eric Yip 憑著詩歌《Freakatives》獲得2021年 National Poetry Competition 英國詩歌協會全國詩歌大賽的冠軍 成為這個獎項最年輕得罪的19歲 是英國詩歌協會全國詩歌大賽 不是給外國人參加 是所有的人參加 全世界所有人參加 19歲成為這個獎項最年輕得主 多麼有意思呢 這個當然有幸運 也都是別人的一種欣賞 Appreciation 搞緊要就是他的實力很強 那些小孩 2020年畢業 19歲的香港劍橋 在香港的學生 在劍橋大學道讀書的Eric Yip 我覺得是相當好 OK 我就是做喇沙仔的語有詠言 就是相當開心 當然啦 他能力高過我很多了 他英文的寫詩的能力 完全超級了 我今天沒有這個能力 OK 這個Eric Yip 成為這個獎項最年輕得主 Eric Yip 說 他希望探索香港的轉變 以及他伴隨著的憤怒 嘴頌 散居港人的內疚情感 Yes Paula 就是散離散港人的內疚情感 Eric Yip 說 他自己的作品 是含有幸存者的罪疚心態 尤其是當香港正經歷了歷史上 最大一波的移民潮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有方法 搬到其他地方去定居 這個就是 現在就是 去與留 都一個難題 去不去得成 留不留得成 又是另一類的問題 OK 去與留本身是難抉擇 你留又留不留得成 會被人抓 去又去不去得成 是不是能夠移民到那個地方 是不是能夠入籍到 融入到那個地方 喜歡那個地方 本身就是一個難題 而這個詩歌 其實做得很好的地方 就是把這些 心情 通過他的文字 用象徵的方式 還有他每個字 其實有很多種不同的意思 其實詩歌要解好 有很多人經常找一些作詞人 或者找一些什麼詞評人 去解一首歌詞是什麼意思 其實我覺得很奇怪 這首歌寫出來 可以有多重的演繹的意思 為什麼要講一個作者的意思 為什麼要講一個作者的意思給你聽呢 你應該利用客觀的文本 那個text 可以自己去詮釋得到 你自己怎麼去解這件事 用你的腦筋 用你的想像力 用你的理解力 去理解 OK 我嘗試解一半首給大家聽 後面的那些 你自己想 因為我不可能 將別人的詩歌 好像大家上英國文學堂 那樣 講給大家 我這裡不是 我沒有收錢的 大哥 我會解一解這首歌 詩歌前半部給大家聽 其他你有興趣的 繼續解下去 我也希望大家寫下文章 解這首詩歌 但這首詩歌 要解太難了 一個字是有多重意思的 而多重意思的 它象徵的東西都是 可以同樣說出它的道理 分散不同的東西 所以有多義性 和象徵的手法很強 所以這首詩是很難得 還有它那種衝擊力 是很清晰的 即它不只是一種 朦朧的散狀的多義性 但是它的衝擊力也很強 很少詩可以寫到這樣的一個甲譜 而它這個地方 厲害的地方就寫出這一點 帶出了離散香港人 離散居香港人的悲哀 和一種彷徨 即評委說得很對 我都沒有看這句 我都說了 充滿力量 而且又脆弱 就是這件事情 這個意思是很清晰 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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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氛圍很強 那種氛圍很強 但你發覺到每個字本身 好像散光 即每個字本身 你會看到它一種 用五零鏡去看每一個字眼的感覺 這就是我看完這首詩之後的感覺 我想它們將英文的美 發揮到極致 因為英文是一個比較科學的語言 比中文這用詩的語言更加科學 但它可以發揮到這麼美 是很難得的 即是它們將英文玩這個 一定要玩得出神入化 所以說 你Eric Yip真是不得了 即是這種境界之高深 是不得了 不能夠 就是肆虐等限 評委之一的英國詩人 Fiona Benson的應用 Frecatives 我講給你知 Frecatives 是什麼意思 等一下我會解釋給大家 Frecatives 很多香港人都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Frecatives 是一個 Consonant 即是它是一種 發音 我講給你知 什麼叫Frecatives Frecatives 這個Frecatives的意思 等一下我會解釋給大家聽 它的中文的意思 也就是拆音 拆字就是拆 拆的音 什麼叫拆音呢 等一下我解釋給大家聽 Frecatives是一首極其 雄心勃勃 非常優美的詩歌 這個Fiona Benson說的 是她說 將讀者置於一個第二語言 在英文的學生的位置 即是她 第二語言才是一個學生 第二語言是英文 第一語言是廣東話 不用想了 中文是廣東話 但她第二語言是英文 她寫得這麼漂亮 連這些英國人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都寫不到這麼漂亮的東西 Fiona就說 這是一個關於在不安中被同化 關於政府監視的 充滿力量 卻有脆弱的故事 又讚賞詩歌 是將正確的發音 良好的外國教育 驕傲的父母 與底層政治犯 危機與殘酷相比較 令到詩是充滿了張力 Eric Yves對於贏得比賽感到驚訝 他自謙說 即是年近19歲 未來還有很多詩要看、要寫 並視這個獎項為一個起點 未來將會繼續寫作和進步 他接受Write Out Loud Write Out Loud 訪問時說 由此自己對於不斷擴大的香港詩歌群體 能作出微小貢獻、深感榮幸 在訪問中 Eric Yves也透露了他寫作的掙扎 他來自香港 懂廣東話和普通話 他用英文寫詩 他說幾乎會感到有點內疚 因為當你用英文寫作的時候 當你寫下關於香港 關於你的家鄉和你自己文化的時候 你積極地進行翻譯的工作 這個說話很有意思 是translation的工作 因為你是將你自己有的一些母語 即你的Materton 是廣東話 你將所有的翻譯成為英文 之後你用英文很有思義地 不是準確如科學 不需要做律師那些事情 是你很思義地表達出一種 那種香愁 沮喪 那種抑鬱 甚至那種張力 這件事是很難得的 即這首詩是幾樣東西 麻雀雖少五藏俱全 甚麼都有 為甚麼我推崇都很重要 我看一次 看第二次 看第三次 是越看越有味道 很少詩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是相當難得 Eric Yves 將會獲得五千英鎊 大概五萬一千四百元港幣的冠軍獎金 其實不會很多 連同他其他九位獲獎者 他的作品已經在英國詩歌協會網站上發表了 是由1978年到現在 英國詩歌協會 就是全國詩歌大賽舉行了四十四年 今年共有一萬六千多份詩歌投稿 來自一百個國家 評審閱讀作品時候 不會見到詩人的名字 只是看到那個 即是匿名 OK 所以他就看得到 嘩 正 這麼簡單 整首詩沒有說過香港兩個字 這句詩 詩就是有一種詩意在這裏 這首詩叫Fricatives 我先讀一次 再解一些基本的生字給大家看 我不是老師 但當我老師 我只是用欣賞角度想讀一次給大家聽 有欲望 所以多一次給大家聽 但母字叫Fricatives Fricatives 即是擦音 等我解釋給大家聽 這首詩 Mrs. Li said, You must lear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ree and three. Three men escaped from Alcatraz in a rubber raft and drowned on their way to Angel Island. Hear the difference? Try this. You fought your way into existence. Better. Look at this picture. Fresh yellow grains beaten till their seeds spilled. That's threshing. That's submission. You must learn to submit before you can learn. You must be given a voice before you can speak. Nobody wants to listen to a spedicled boy with a Hong Kong accent. You will have to leave the city. These dark furrows stuffed full with ancestral bones. Know that death is thorough. You will speak of bruised bodies, skinnier than yours. Force the pen past batons and blood. Betons and blood. Call it fresh material for writing. Now they are paying attention. You are lucky enough to care about how the tongue moves. The seven types of fricatives. Fricatives. Okay. Seven types of fricatives. The articulatory function of teeth-son survival. You will receive a good education abroad and make your parents proud. You will take a stranger's cock in your mouth in the piss-lick store of that dingy Cantonese restaurant you love and taste. Where you came from, what you were made of all along. Put some work into it, he growls. Simone, give me some bite. Your mother visits one October. Tells you how everybody speaks differently here. More proper. Your smile, nod, bring her to your favourite restaurant. Or the dim sum in English. They are releasing the students arrested five years ago. Just a tad more soy sauce, please. Thank you. The television replays yesterday on repeat. The teapots are refilled. Your spoon served rice into your mouth. This perfect rice. Steamed, perfect, white. 其實呢,我就讀得,就是,儘量是讀出他的原文給大家聽啦. 但是我覺得,哇,有興趣的自己上網,一直看著這首詩,他有講一次。 我選一部份,我不可能在這個節目裡,只要做英文老師嘛。 Freacatives呢,是拆音。 什麼拆音呢? 啊,就是比如,這個 информ片呢,就是,比如, 其中原 呢,就是, э وب з tuv,词. 另外,就,比如, s, t,h, f, t,h, f, f. 另外,就,比如,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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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 比如, figura, és, s, sh, sier. 這些音,呢,是沒有voice, 是沒有value,是沒有raelleor的,是裡面的。 是,一個,擦音。 這是,叫作然後,就是飓 幾個飓... 那譬如有Nasos 它裡面是M&M Nasos鼻音 有些是叫做liquids 就是液體的音 L L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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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liquids 另外譬如有些是其他的音 譬如說 的音 也有其他的說法 這些基本上的consonants 那 就是說一些 3 and 3 所以它一開始文章破題 就是 to speak English properly Mrs. Lee said you must lear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3 and 3 T-H-R-E-E 是3 F-R-E-E 是自由 是free free you are free you are free 你叫free 就不同了 他作了一句說話 就是 Threeman 就是三個人 是由Alcatraz Alcatraz是甚麼呢 如果你去過 舊金山 即是三藩市 你一定知道這個島 或者看過那部電影叫做The Rock 這個惡魔島 沒錯 就是那部電影90年代很出色的 在飛機上炸炸它 拍得很出色的那部電影 就是The Rock 那這個The Rock就是Alcatraz拍的 如果你從三藩市 如果大家在三藩市就知道 你坐著車去這個 金門大橋的方向走 一個金門大橋呢 你向右手邊一望 望回這個舊金山灣 即是三藩市灣 San Francisco Bay 裡面是一個惡魔島 上面是一個監獄的 即是上世紀 我想三十年代開始 有一個監獄的 那個監獄就叫Alcatraz 即是這個島 就叫Alcatraz 就是這麼簡單 三個人 由監獄之島 乘著 橡皮的 佛 即是橡皮艇 艇裡的橡皮佛 離開 然後呢 去奔往 天士島的路上呢 浸死了 即是亡命天涯 亡命天涯 亡命天涯 手足大的擦傷 他說的就是 to speak English properly 一開始就告訴大家 我要適應新生活 我要好好地學習英文 這幫香港人 基本上不是以英文為母語的 他們是以英文為第二語言的 所以他用了Mrs. Lee 可能去中學 知道哪個老師 可能有個老師 Mrs. Lee said to speak English properly you must lear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ree and three 就是這個對於一個 以英文為第二語言的人 就需要這樣學的 你不是沒有語 沒有語你不需要 是不是 三個人離開了惡魔島 盛錯著橡皮木佛 盛錯著橡皮佛 除了什麼是 去天堂島 或者天使島的過程中 行程中 浸死了 裡面已經有一種 隱喻在裡面 他說看不看到這個問題 那個difference difference是 free men escape from Alcatraz 還是free 因為free是不同的 如果free F-R-E-E的話 那你沒有人free嗎 因為他們被人 imprisoned the prisoners 是Alcatraz 他不可以free 是free 是some ok try this you forge your way into existence 你就在你自己的奮鬥之中 去生存 你奮鬥 所以你在 the battle look at this picture ok 好了 看一下這幅畫 fresh yellow grains 新鮮的黃的穀物 就被人beaten til the seeds spill 就是被人打穀 或者打墨 這些grain 可能是穀 可能是米 可能是墨 that's fresh 就是叫脫 叫什麼呢 脫粒 脫粒 就是你 將一些和 或者將一些 這個墨去打 這個就是所有做飯 麵 必須要的過程 這個freshing that's submission submission 一語相關 我想說這P文章 很多東西一語相關 什麼叫submission submission submission就是說 提交 就是submission 就是說 你打谷的時候 就提交給農夫 農夫提交給下游的廠室 下游的商家 批發零售 ok 另一種解法就是說 submission的意思就是說 去歸順 submit to you 是歸順 這個就是歸順 就是說 打 要打的 就遷就 就是歸順 you must learn to submit before you can learn 你一定的學會謙虛地歸順 才能夠學到 才能夠學到 如果你自己都不虛懷 若谷 你怎可能學到 你自己都不虛心 也都不會 覆順 歸順 人家的教育 教育 你怎可能學到 呢 you must be given a voice before you can speak 你有聲帶 你實在能夠說話 嘛 所以 凡事都有他的前提 都是他的因 之後才有果 Nobody wants to listen to a spectacle boy with a Hong Kong accent 就說他自己了 沒有人喜歡聽一個戴著眼鏡的男生 而且有個香港的 accent 跟著 you will have to leave this city Destuck feroes stuck bull with ancestral bones Feroes就是那個泥 就是泥塗那個泥 泥土 就是泥滑土那個工具 裡面藏了很多 先人的鞋骨 意思是甚麼呢 你要離開這個城市 他覺得香港的城市 充滿文化的積電 東西文化的匯合 OK 他是 Feroes 很多的 每個 辛勤的勞動去耕雲這個地方 所以他用Feroes來比喻 就是用耕雲 而耕雲 是stuffed with stuffed full with ancestral bones 充滿了 先人的鞋骨 接著有一句說 know that death is Feroes 知道死亡是徹底的 Feroes這個地方 他又是日與幾關的 Feroes兩意思 一種就是很徹底的 另一個就是很wide spread的 是廣泛的 知道死亡是很徹底的 就是這些 先人流傳下來的東西 其實是死 就是徹底地死 廣泛地死 死就是死 死你只是在泥上面 看到一大堆 stuffed full with ancestral bones death is Feroes 就是這樣 死就是死 沒有了就是沒有了 就是這個意思 You speak of bruised bodies 你會去講一些關於 受遍體鱗傷的 skinnier than yours 就是比你本身更骨感 Force the pen past batons and blood 是使你的筆 去劃過 頸棍 以及血液 batons 也有兩種意思 就是頸棍 另一個方法就是指揮棒 哇這個一與相關用得很好 就是指揮棒 是習近平的指揮棒 也都是香港警察的警棍 這個batons是一與相關 Force the pen 使你的筆 是劃過了警棍 以及血液 當你說 當你寫的時候 你在說一些 是比你自己更加慘的 慘烈的一些 片體鱗傷的身體 血肉 以及你寫的時候 是劃過了你的筆尖 是劃過了警棍以及鮮血 Call it fresh material for writing 就是這個叫做 你寫的鮮末的題材 當你寫了 當你講了 Now they are paying attention 而他們開始注意到 You are lucky enough to care about how the tongue moves 你開始 幸運地知道 那條鱗怎麼動 The seven types of fricatives 七種不同的拆音 the articulatory function of teeth son survival son就是法文 就是without survival OK 就except survival except survival son survival 就是這個 他賣龍 他對拉丁文 和法文的認識 就是說 他一個 你發音的articulatory 就是器官上的function 是牙齒 except survival OK 就是你牙齒 除了吃東西 細合 吃東西 咬碎一點之外 原來就有articulatory function 就是說話 OK 你lucky enough son survival 就是牙齒除了吃東西 這個survival 就是你生存 你不說話都可以survive到的 但你不吃東西 survive不到的 所以牙齒兩個功能就是吃東西 和你說話 所以牙齒的方法就是 說話 說七個不同的擦音 而用擦音這個字 告訴大家 是甚麼呢 是一種沒有聲音 但他就在逼結的狀態之下 發出一些聲微的擦音 讓大家聽到 而這些就是流亡港人的聲音 這些就是香港居住的人的聲音 因為香港人說不出聲 在外面流亡的人都說不出聲 很多東西都會被人打壓 很多人變成二等公民 很多人是適應的問題 引起吞聲 在外的引起吞聲 在香港以內的也有引起吞聲 You will receive a good education abroad and make your parents proud 你會收到一個好的教育 在海外的教育 而使得你的父母親很驕傲 等於你是為別人而生活 使得你的父母很驕傲 但你始終在發出一些 fricatives 你的力在動 而你生存的情況 就像fricatives 你只能發出這些聲音 You will take a strangest cock 就是那些木塞 即等於strangest cock 就是那些木塞 即等於strangest cock 有些人就會說 有些家長就會說 去咬吧 繼續咬吧 吃吧 你的媽媽 就會一個十月裡去探訪你 告訴你 怎樣人人都會在這個地方 講不同的東西 講不同更正經的東西 講得更好的東西 然後你在微笑 在點頭 然後在帶她 去到你最喜歡的餐廳裡面 用英文去幫她order點心 這個就是她切身的體會 可能她真真正認她媽媽 有這樣的情況 媽媽對於子女 去到這個流落異鄉 有期許 而她自己 也都 即是覺得 有這樣的 尷尬happy 他們說 他們那群警狗 就是五年之前 抓過的學生 就在放緊 just a tad more s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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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thank you 這個就是講外面的人 再給多一碟醬油 麻煩 給多一碟劫汁 麻煩 這麼簡單 這個就是 去到外面 生活好像變回日常 但是哪個人就忘記了 那些手足 在獄中 甚至釋放的情況呢 即是她感慨的 這件事 the television replaced yesterday on repeat 電視每天重複著 昨天說過的東西 講俄烏戰爭 是吧 講英國 Boris Johnson 即是我記得有一首歌 就叫做 即是 Streets of London Have you seen the old man in the closed-down market kicking up the papers in his worn-out shoes 喂 那個時候有很多的一些 電視的 也繼續在那裡 in his eyes he see no bright hand heels loosely by his side yesterday's papers telling yesterday's news 這個 即是Streets of London 很出名的英文歌 大家知道 電視繼續在 repeat著昨天的東西 the tea pots are revealed 那些茶壺 就是全部revealed 加水了 you spoon spoon是個動詞 you spoon 就拔了 扮他們的背後 this perfect rice steamed perfect white 哇 這個就是一語相關 是多重意思 蒸好了的 就是熱騰騰的 perfect 哇 正 白 他這個時候就講了什麼呢 當然覺得自己 有一定的幸福感 是不是 又吃到熱騰騰 正的 白的飯 一種解釋就是這樣 另一種解釋就是 喂 我吃到 香港的人未必吃得到 第二種就是 我這樣寫得到 其實這種美 這種正 是跟外面這種氛圍很不淡 格格不入的感覺很不淡 我那種香愁放不下來很不淡 而唯一 去得到唯一一種滿足是這樣 這種是一種卑微的滿足 第四種是挺有意思的東西 steamed perfect white white 是說白人 明白嗎 你去到黃種人 去到一個白種人的地方 steamed perfect white steamed 將你steamed 即基本上是將你昇華了另一個地方 perfect white 就變成另一種人 即是你香港人那種identity 是不是還能夠維護得到呢 幾種的意思在裡面 是任理解的 所以你就說 喂 你問那作者 怎麼解釋沒有意思 it's really foolish 不要問Eric 怎麼解釋這套東西 沒有意思 沒有任何的意義可以 是你怎麼去詮釋它 原來一句說話 可以有幾種不同的解釋 你儘量試一下 用你的wild imagination 去想一想 這個就是文學 對嗎 譬如你不一定同意我解釋 你可以有自己的演繹方式 可能我剛剛四種的演繹解釋之後 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這個就是不經不覺 介紹給大家聽的 那麼大家知道呢 譬如我讀一個 一個評審叫rachel long 她這樣寫的 她怎麼讚美Eric Yip呢 她這樣寫 Some poems are words This deeply affecting poem is two or three and how well it navigates them which is not to say that the poem does not have to confront them fresh them fresh with them the poem itself a rubber raft attempting to make its way through the murky and treacherous waters of language race migration and of being heard when nobody wants to listen to a spectacle boy with a hong kong accent how it moves still on and into another kind of language love sex and other learnt language and other sorts of survival 就是她有很多記憶在裡面 這個相當 就是令人覺得 Wow 就是 brilliant的一個comment 也都是一首非常 有思義的一首好的作品 這位那沙仔 十九歲 她的中文名叫葉俊偉 俊是 俊聲的俊 俊國的俊 俊就是 好像亞洲的亞字 下面做的日字的俊 那葉俊偉 就是玉字部 就是王字邊 是玉字部 就是偉大的位的右手邊 就是葉俊偉 那她就 勇奪了National Poetry Competition的獎 那叫做摩擦音 frequatives 奪得了五千磅的獎金 她得獎感 然後就是 對於以英文去寫香港 自己的家 自己的文化 也都會感到內疚 她寫得挺好 那我希望這一位 這麼出色在Cambridge的人 能夠好好發揮她所長男 我不知道她以後想會做什麼 也不可以限制各種可能性 因為一個十九歲的小孩子 一個年輕人 沒有小孩子 很傷人 年輕人 所以他們基本上 都可以有不同的想法 我覺得她以她的英文能力 和她那種 真善美的心 真善美的心 她將精神發揮下去 將喇沙精神發揮下去 一定能夠做得更加好 我相信她未來會很有成就 無據風雨的挑戰 她說得出這種酸 這種苦 往日的香港的暴力 說出來 她長經裡面說出來 她覺得是被人打落 就是打 脫殼 脫粒一樣 你用一些和水 或者墨水 不斷打 打就是警狗 打就是你共產政權 你必定要落 你必定要妥協 你必定要歸順 你必定要服從 你必定要順應這個形勢 所以說的submission 就是信這個勢 順劣 用香港的講法來講 廣東話來講 順劣 你要順劣 你才學到東西 你用聲音才發到說話 發到言 你講得多深刻 你開始看的時候 你開始看的時候 很快好像一格一格 一句句不相關 跟著你再看一次的時候 每一句都連起在一起 你不相信 你聽過我這個教育之後 你拿這些壽司出來 逐句逐句來對一次 看完一次又一次 那些味道就慢慢慢慢滲出來 這個就是我深刻的感受 所以我覺得Eric 就是予有榮義 予有榮義 真的是Derek Yip 就是 希望這位師弟 以後有一個好成就 你現在成就越遠超越 很多很多 包括我再來 很多很多的一些 那些香港人 希望你能夠 繼續能夠發揮你的所長 堅持 真善美的追求 無忘初衷 這個是 上帝會看到大家做的事 希望大家努力加油